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自负通的自负群组 在这个时候要看看会市那边有什么投资机会 电话旁边接通还有这方面的专家 请来有艾德证券期货董事总经理陈建豪 Aaron早晨 早晨 早晨 我看到港股、A股再加美股似乎都不太行 投资气氛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会市方面会不会相对有些货币的走势比较强 投资者可以趁这个机会留意一下 其实会市相对受投资气氛影响似乎相对小一点 虽然市场说有些避险意识在那里 但其实整个格局都没有什么大的变 你看美汇指数都还在很尴尬的位置 97.5在这些水平附近在增持 所以整个投资者都是以短线操作为主 纯粹是短炒的 有些什么消息呢 今个星期有几间央行 包括日本央行 昨晚有加拿大央行 明天也有欧洲央行 所以如果炒作的话 就要留意着有些什么重要的消息 可以刺激到这些投资者去部署 如果用昨天晚上的加拿大央行的例子 就是意识会做例子 大家本身之前都预计 加拿大央行经济是不错的 但是你看到加拿大央行维持利率不变 但是同一时间就可能向下调整了经济增长预测 这个和市场预计是有少少不一样 因为星期二的时候 日本央行就上调了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但是这次加拿大央行本身的经济 其实不是特别差之下 反而有少少就是向下调整 甚至暗示不排除减息 当然我个人认为 他说这句话其实没什么特别意思 就是留定一条后路给自己 有需要的时候才减息 但是实际上他没有一个迫切性要减息 但是你看到加指终于突破了 因为加指其实都满了很久了 首先去年全年2019年 它的波幅都很窄的 1.30至1.36之间只有600点 入了2020年之后 其实波幅进一步收窄 在2020年尤其是1月8日开始 其实这两个星期一直都是1.3030 1.31只剩下70点波幅 所以一直我们都没有什么 叫我们自己的客户去炒架子 因为都是禁闸波幅之下 又没有消息 没有条件去突破 但是昨晚加拿大一向出了一个声明之后 你看到现在冲回到1.3160附近 那变成短线操作上 有点方向出来 如果今天有机会欧洲市的时候 稍微调整深一点 可能去回到1.31边 1.31230这些水平 我觉得都可以重新去 吸納一些美金 沽一点加指 目标就要先上去大概1.3180 甚至去到1.3220这个水平 暂时都 虽然波幅不算特别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行程 但是如果用短线操作 可能在这两个加历制里面 就是说农历三年前 都有机会到这个目标 大概的风险我会放在止蝕 都是以跌穿1.3070做止蝕 那波幅投资者近期 可能都是喜欢短线为主 因为始终市场上 还有多少的不确定性 谢谢Aaron的分析 不过提回大家 刚才嘉宾所说的 只是个个人意见 并不构成任何的 投资建议或者推介 做所有投资 都要衡量自己可以承受的相关风险